至于北检侦办特任组泄密一案 打算是以证人身份传唤马英九总统 国民党内有立委就立劝马总统不要再提抗告了 可是马总统还是认为 已经在进行的官司没有办法缓下来 不能够模糊司法官说的焦点 至于王金平在昨天也发出声明 针对被考纪会撤销党籍将不再提申诉 而是要寻司法程序来寻求救济 看起来这场马王之争是更难落幕了 验证办特任组泄密案 打算以证人身份传唤总统马英九 不忘只有一句尊重司法 倒是前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 重炮威力不减 在关说司法这个事情上 他是欠台湾人民一个道歉的 个人权威的放下才是国家的实情 在为马总统挺身而出 炮口对准立法院长王金平 不过总统在和蓝营立委座谈时 首度表示会检讨处理方法是否过当 而在国民党抗告被驳回后 党内也出现劝和声浪 蓝营立委纪国栋就在议场上 举牌喊和解 基层的声音都是希望以和为贵 希望总统能够再放弃再抗告 罚见人士普遍认为 国民党想翻盘机会不大 而这名特政组监厅也出囚应该寻求务实的解决方法 不是民生既然这么不好 那还要扯这么多这些政治上面的议题 我想民众看了会摇头啊 所以请所有的政党政治人物 大家都发挥大智慧吧 面对自家人劝和马总统认为 诉讼是王金平提起的 现在无法缓下来 坚持大是大非 若没有人为是非先认错 要退一步谈可解 机会恐怕非常渺小 这期训练 李红杰 维线台北 再一访多道